我们的记者走访广西南宁的一家外贸企业了解到 从2022年RCEP生效以来 这家企业的出口额显著增长 同时菲律宾一直占据着这家企业 东南亚市场的一半业务量 RCEP全面生效将给外贸企业带来哪些新气象呢 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那里看一看 这里是广西南宁的一家生产纸质品的企业 那么现在在这个生产车间里 我们看到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一批 6月2号出口到菲律宾的口碑纸 那么这批货物有112吨 获值达到了98万元 而6月2号随着RCEP对菲律宾的生效 凭借着RCEP的原产力证书 这批货物的关税将从15%降为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多年来一直做纸制品的出口生意 东南亚市场占到了其海外业务的40% 而菲律宾又占据东南亚市场的一半业务量 RCEP生效以来 2022年这家企业的出口额达到了2.8亿元 比2021年翻了一倍 随着RCEP对菲律宾的生效 无疑将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出口业务 关税能够从原来的15%然后降到零关税 那这个相当于100万的货物的话 他们可以少15万的税 未来他们对这个市场是非常看好的 据了解 广西与菲律宾贸易互补性强 经贸合作密切 2022年广西对菲律宾进出口额94.1亿元 同比增长128.4% 其中出口72.1亿元 出口产品包括酵母 纸质品 自卸车车厢总成等 而广西从菲律宾进口的主要商品 包括活黄膳 镍矿 集成电路等产品 RCEP对菲律宾生效之后 进出口的商品可以适用RCEP的协定税率 更好的降低企业的成本 提升产品的竞争率和开拓海外市场 不仅是广西 在山东浙江多地 相关企业也在期待着RCEP的全面生效 在山东青岛的一家企业 一批集装箱液袋正在进行最后的加工 他们即将在6月初发往菲律宾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随着RCEP对菲律宾生效 这些产品将直接获得零关税优惠 提高了企业竞争力 从3%的关税降到了0% 也会变成我们在当地市场的一个优势 这样加强我们跟一些其他免税国竞争上的 一个竞争力